高正 本名郭震 1922年出生于北京 年幼随父母到哈尔滨定居 生活的艰辛使年幼的高正一场董事 中学毕业后就在邮局工作正前养家 1940年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闯荡 幸运的是很快被莲华影仪社看中 当上了话剧演员 并取一名为高正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 积累了很多舞台经验 1946年底莲华与昆仑合并成为昆仑影业公司 高正幸运的成为了赵丹 白阳 舒秀文 陶金等大牌演员的同事 成为了昆仑的预备演员 同期新生还有钟书皇 其梦时 1947年首登荧幕出演史东山 王伟义联合指导的《八千里路云合约》 片中饰演周家荣 同年出演蔡楚生 郑军里指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饰演张周明 1948年与陶金 上官云珠合作出演《万家灯火》 扮演小赵 1950年出演为贺林主演的人民的剧长 扮演薛家 1951年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场 1952年出演魏贺林 蓝马主演的《劳动花开》 饰演高飞 参演赵丹领衔的《武训传》 扮演郭芬 1953年出演电影《宝华曲》 1954年出演张伐主演的《伟大的起点》 饰演林文斌 同年参演沈夫指导的斩断魔爪 饰演芳凯 我们在铁路上抓的那个犯人 今天他要供认他的上级是个天主教徒 也许跟三号案子有关系 他本人特务代号是37号 1956年出演电影《沙漠里的战斗》 饰演李辉 说真的 我真想做个诗人 因为诗人 能看穿一个人的心情 校长 我很早就想跟你说 可是又不敢 什么呀 我 1957年参演游龙指导的木桐头军 扮演连长 1959年出演赵丹领衔的林泽徐 饰演《明宁》 童年再次与赵丹合作电影《尼尔》 饰演李天英 参演众星火主演的《今天我休息》 扮演刘琦 1960年参演强名导演的鸡刘 饰演梁之平 之后的高正把工作重心转到了幕后 并在1963年首次执导电影《兄妹探保》 1964年与张俊祥合作执导电影《白求恩大夫》 刚刚开始的导演工作不得不停止 而且还被戴上了帽子 直到70年代末才恢复了工作 1977年与傅超舞联合指导电影《评音坟》 1979年参与指导了《蓝光闪过》之后 1982年指导电影《开枪》 为他送行 1984年指导《局员情》 1985年担任电视剧《铁道游击队》的总导演 80年代后期基本不再拍戏 高正对待工作可以说是勤勤恳恳 对同事对朋友更是温文尔雅 而且老人总是腰杆挺得很直 就算在60年代那几年也是这样 高正于2015年9月6日逝世 享年93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展示宁 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